第36题 右图为实验装置之示意图 某盐类溶于水后解离成四个甲粒子跟八个乙粒子 其中甲和乙均为带电的粒子 乙之乙为NA正 则下列有关于此杯水溶液的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晓得我们电解值的水溶液一定保持电中性 所以所有的正要等于所有的负 那我们现在发现那是正一 那么总共有八个乙粒子 所以会有正八 所以表示呢我们的负粒子也是要是负八 那么它总共呢有四个甲粒子 所以我们就知道呢它应该是负二 所以呢甲粒子的带电量应该是负二 所以它就不会是氯粒子 因为氯粒子呢是只有负一而已 所以A是错的 那刚刚讲过了 我们的了解的原因是因为 它一定会保持电中性 所以正电的总电量会等于负电总电量 所以选项C呢也是错的 它说负电荷会多于正电荷是错的 那么在电解值没有导电的时候 电解值的解离素的离子 会在水中呢到处的游走 到处的移动 所以不是静止不动的 所以选项B呢也是错的 那么我们晓得从图上可以看到 那么A呢接到电池的正极叫做正极 B接到电池的负极叫做负极 那么导电的时候呢负离子呢会跑到了正极 正离子呢会跑到了负极 所以在这里呢甲就是负离子 所以会移向正极就是A 乙呢就是正离子 所以它会移向负极就是B 所以呢猪的选项是对的 所以第36题问我们说有关于此杯水溶液的叙述 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呢选的是猪 通电后贾离子会向A电极移动 乙离子会向B电极移动